虽然新一代的40系和7000系显卡的问世 NV和AMD又在准备下一代显卡的架构设计了 毕竟这一代的性能和价格也离谱至极 俗话说得好 401都出了 那50系还会远吗 下一代NV这边有全新的Blackwheel架构 AMD则依旧是RDNA4 那都有哪些别出新材的新设计呢 诶 最近真就有了消息 不过不是我编了 是NV自己说的 那废话不多说 赶紧随着给抢 来了解一下吧 今年英伟达总共发布了两个全新的GPU架构 分别是面向于消费级的游戏显卡架构 Ada Lovelace和数据中心级的Hopper架构 其实理论上前者就是后者的玩家阉哥版 而英伟达的下一代架构则叫做Blackwheel 目前已经被官方实锤 在ATC202的问答环节上 NV的EMBAC重申公司 依旧完全是致力于两年推出一个全新的GPU架构 今年发布了Hopper架构 并且会在2023年继续跟进 而全新的Blackwheel架构将会在2024年推出 即将接替Hyper架构推出的GB100和GB102 而GB202GPU也正在筹备当中 其实Blackwheel这个名字 早在今年年初的英伟达黑客气乐事件中就有被踢击 正好NVDA和台积电也处在3纳米的谈判节点上 所以开发Blackwheel很有可能会用上3纳米工艺 估计大部分玩家应该不太了解目前的Hyper架构 其实在发布时是世界上最快的4纳米GPU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配备了HBM3内存的显卡 它的参数甚至比RTX4090还要更高 有18432个Cuda核心 而Blackwheel还将对Hyper架构进行大幅升级 在先前的系列中已经确认了有4个NVDA BlackwheelGPU 除此之外外外门有关主Ryte Gaming Tech也表示 自己已经收到了一些关于新架构的消息 在他们的描述下 Blackwheel将会采用全新的SM结构 号称是高锁连机连接小芯片与SM模块 其实就是考虑到底层V架构正在转向Blackwheel的MCM设计 也就是双新设计 另外Blackwheel架构中 造加速器也会成为光追系统的一环 有机会提升执行光追技术RT核心的性能 不过很遗憾的是 目前还没有关于新架构具体规格的消息 RGT的消息人士指出 Blackwheel仍然在各种调试当中 并且很多堆料将取决于未来MD旗下的RDNA4产品的性能 最后RGT对于全新GPU的预告就是 这将是NVIDIA历史以来最大的性能飞跃 又更是历史最大又更是飞跃是吧 那是不是这40系越拉50系飞跃的就越多啊 Blackwheel架构的名称灵感来自于美国统计学家和数学家 David Blackwheel 他对博弈论 概理论 信息论和统计学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也是第一位入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非裔美国人 延续了NVIDIA以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家的名称来命名主要架构的习惯 目前我们对Blackwheel的架构还知之甚少 他很可能会像Hyper一样再推出一个类似于Ada Liveless 拥有50系的平行阉割架构 并且这将是NVIDIA第一款MCM双核GPU 除了NVIDIA别的架构外 Red Game Tech还发布了大量关于AMD下一代RDNA4架构 和旗舰Navi41、Navi42和Navi43GPU的信息 不过这也只能当个谣言来看 尽管RGT的消息还算靠谱 但这7000系才出来两张卡 现在聊8000系也未免太早了 后续肯定还会不断调整规格参数 所以大家也就当饭后图一乐了 首先RGT指出 AMD Navi41、Navi42和Navi43的初件规格参数 也就是下一代的Radeon RX8000系列 RGT确认RDNA4中CEO的计算单元技术 将与RDNA3完全相同 也就是每个CEO有128个计算单元 GDDR7的显存不知道会不会有 如果实装的话应该会有不少提升 并且大概率还是会使用PCIe 5.0的 RGT还表示 RDNA4架构的频率目标为3.5GHz 以追求50%到60%的每瓦技能提升 参考目前的RDNA3架构比较弱的 就是光线追踪和AIML性能 AMD正在研究 如何通过RDNA4来解决这个问题 缓存将获得重大升级 第三代的Infinity Cache无线缓存 将与新的数据预取系统一起推出 WMMA-VR还将会为矩阵指令实现每个CEO性能的两倍 从而允许完整的SRMD通道使用 呃...说多了咱也不明白 反正画比嘛 最后我们来挨个看一下RGT给出的每款GPU的详细参数 第一个是Navi41 号称有144个CEO 高达32GB的显存 第二种配置也存在24GB或者48GB的GDDR7和6个MCD 默频为3.5GHz 并且每个CEO有128个集团单元 应该能够产生高达129T浮电的FP32浮电性能 当然只能说做个参考啊 这些参数到时候估计都会改 第二个Navi42就要略微弱一点了 号称有96个CEO 恰好是7900XDX的数量 默频同样为3.5GHz 应该也可以达到86T浮电的FP32浮电性能 最后还有Navi43 它将拥有48个CEO 默频也约为3.5GHz FP32浮电性能大约为43T浮电 这可能也是AMD的RDNA4的入门卡 而且RGT指出 Navi43GPU可能是唯一一张不是MCM设计的卡 当然这以上也都是RGT给出的参数信息 距离产品正式推出还不知道有多久呢 所以仅供参考 眼前仍然以新品为首要目标才是关键 不知道各位观众老爷们 是更加期待接下来的40系RX7000系的新卡 还是直接等50系出 然后再买40系呢 都欢迎在评论区或谈部中讨论一番哦 那如果还想留下更多更新 更快更全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RG强 我们下期再见